創意比財竟在運通 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掌停 掌停 再掌停 要喊到響冊雲霄的 今年年底 跨到明年的年初 各位注意喔 那麼有的時候連我自己都覺得 黃靖哲在只做第一手的研究上面 至少你看我的節目跟別人最大的不同 我因為很想搶到第一手的股票 很想幫電視機前面的你 還有我的會員朋友搶到第一手 大家都還沒有發現的股票 各位可以發覺一件事 我找的股票很多市場上面 從頭到尾都還沒有這個觀念 包含了NFT從一開始的時候 幾乎就是由我在這個節目當中 開始跟各位來倡導所謂的 在虛擬貨幣市場裡面的藝術品 以及所謂的收集認同卡等等 這一方面的觀念呢 幾乎都是完全領先全市場的第一個 連我自己都這麼認為啊 甚至呢 我也知道很多同業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你也是一樣的看法 今天來又要跟各位講到說 如果你在看節目的過程當中啊 我一直覺得說 做股票怎麼樣才能夠賺錢 做股票最重要的一點是說 你要去找到一個真的肯去研究 你不要等那個股票人家都漲上來了 而且已經漲得很高了 或是呢市場上面每一個分析師啊 通通都在喊的時候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如果等到市場上 大家已經開始驚覺說 原來黃靖哲最早在111塊錢 跟各位所講的Oh my God 哇 一直在漲的時候 等到這個時候你再來啊 我經常發覺這件事 很多朋友都賺不到錢啊 而且我必須要講一件事 你如果能夠真的做到深入研究的時候 你會在111塊就進去 你如果能夠做到深入研究的時候啊 這波元宇宙行情啊 昨天各位沒有看到有一個節目嗎 一個晚上就是六七個分析師的那個啊 那個六七個分析師主持人女的 大家很熟悉 自己講的那句話喔 他說你們這一群人當中 剛開始元宇宙在漲的 都沒有人舉圈對不對 都沒有人舉圈 對不對 沒有人舉圈 就沒有人同意的意思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所以我說過啊 你看我節目我必須要這麼說 從今年到明年 從這個所謂一萬六千點到一萬八千點 你只要看到我一個精神 你自己決定要不要跟 這個研究精神 絕對在我節目當中是最重要的一個主軸 你說對不對啊 有人節目整天上來就是給你喊喊掌聽板 有人節目的主軸就是說你不會做我會做 我經常講一件事啊 那我講一個全台灣的老師都不會做的題材啊 我真的覺得我的研究精神 連我自己都覺得說我真的研究的非常深入啊 從霹靂布袋戲到各位所看到的Oh My God 到後面所謂花樣年華 各位知道這部電影吧 香港亞洲電影節最佳導演王家衛 王家衛導演 這個應該大家還勉強熟悉 再不熟悉這個人叫做張曼玉 男主角叫做梁朝偉應該知道吧 那麼他曾經在這個花樣年華裡面呢 有一段非常珍貴的鏡頭他把它留下來了 結果拿出來在NFT市場 藝術品虛擬市場拍賣的時候呢 結果賣出多少 賣出了1530萬元啊 你們覺得這個是非常誇張的數字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NFT市場呢 對於啊 第一個來 霹靂布袋戲的實驗文 哎呦 天啊 張曼玉都值1530萬了 我實驗文值多少錢 我常進人值多少錢 欸 這也不少錢耶 而且一家是一大堆耶 所以我說過NFT市場 對於遊戲 對於文創 那是一個非常大性質的加分耶 然後我就跟各位講 有一檔公司的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說這檔叫做集團NFT的一個概念股 全市場只有我在跟你講說 假設你去看 迪士尼的花木蘭 大概有人看過這部電影吧 或是呢 你跑到華納威秀影城去看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說 什麼什麼什麼公司 這個公司你非常的熟悉啊 各位啊 什麼什麼公司 你說老師這不是做這個這個這個 光碟片了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威秀吸手 迪士尼進軍NFT啊 中環集團轉投資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中環集團其實這幾年下來呢 從過去因為他是以豬鹿影帶 做光碟片出身呢 結果呢就開始切入了相關性質了 那麼也就只會電影方面的市場啊 今天大家一看到中環突然之間漲停擺 一定全場都嚇到了 中環今天買不到 我也必須要這麼說 新朋友就對不起啦 那舊朋友你自己看一下這個 這個12月23號的時候 我們就曾經切進去過啦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來我要介紹最新的了 注意喔 今天假如說各位 昨天我講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也會複習啦 我說台積電呢 它會帶動很多的股票上來 今天呢 沒有想到這些都被帶上去啊 沒想到這些都被帶上去了 這是我等一下第二階段會跟各位講的 將來的元宇宙分硬體跟軟體 以前的硬體可能是以宏達電為中心 不是可能就是以宏達電為中心 然後帶動包含像位數 包含像威聖這個第一批的長上去 昨天我們也講到了 說這次要以台積電為中心 因為台積電的晶片給所謂NVIDIA做AI啊 也就是所謂的大運算本身的情況 還有做DATA大數據做超微的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而且呢 這些呢 似乎啊 已經把台積電周邊的產業又往上帶了 但是各位啊 我先講一下今天啊 來 新股介紹 我每天都有每日特餐啊 怎麼會 最強NFT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有趣啊 最強NFT 金馬獎等級的 我問各位一件事 中環 來今天要講什麼 他說他是要跟迪士尼來做合作 就像我跟各位講的 不管是花木蘭也好 或是各位所看到的這個 所謂華納威秀影城也好 那麼甚至最早期的時候 我在介紹這件事情的時候 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說連蜘蛛人現在一邊賣票 一邊都怎樣 一邊賣票一邊送你他的NFT啊 然後當時我還介紹說 有一位歌星叫做李子亭 那麼最近可能已經慢慢紅起來了 他一邊賣票一邊送NFT啊 接下來 那麼張惠妹會不會走這個路線 我們慢慢看啦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來講的話 注意喔 如果說啊 以上市公司啊 介入電影院的話 這家最多 注意 第一個一定在股價的最低檔 NFT的漲停板還在持續 第二個他跟中環部一樣 他已經有獲利了 他是上市公司的老闆 直接兼電影公司的老闆喔 我認為這一家公司呢 請你務必無論如何 你要想辦法趕快跟上來 這一家呢就是號稱所謂的 我們稱為集團啊 集團NFT概念股No.2 那麼我認為啦 這家公司你可能叫不出名字來 因為真的你也不太熟悉 但是我跟你講他絕對有成交量 那麼絕對 因為另外一個叫德力影視沒成交量 那麼甚至呢 這些所謂華言沒有成交量 或是這個6101啊 這個都沒有成交量沒辦法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 這一家公司絕對有成交量 你要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他底下呢 不只有所謂的電影公司 他還是所謂電子公司 我現在話跟你說得明明白白了 所以請你務必無論如何啊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 我真的要講一件事啊 比較難的題材喔 我其實覺得很多朋友 都在做一些很難的題材 老實說一件事耶 2454的聯發科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了解 3529的力望好了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了解 甚至6415的這個什麼系列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啊 甚至我現在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RGB光學保護片 RGB光學保護片 MicroLED 這些都是在我節目當中 跟各位報告過的 甚至5245的至今 各位還記不記得 8104的來保 我雖然不是每一檔 通通給你從頭都做到 從頭都做到尾啊 我甚至必須要講說 真的這些題材 我都一檔一檔 幫你介紹到最後 一檔一檔幫你抓到最後啊 這些其實我必須要這麼說 像這種所謂的RGB的發光元件 它的一個原理啊 可能各位是比較難去了解的啊 這種是比較難的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你不要以為簡單的不會賺錢啊 它現在還不下來耶 我們還有耶 這還是 這你覺得很難嗎 不難啊 3687的Oh my God 說不定比它難一點 有人還跑去做611大宇之耶 比這個更難 那為什麼最簡單的你不知道 我現在跟各位說啦 中環有一點難度 尤其是昨天它還洗出來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我現在所講的集團NFT這檔股票 直接跟你說是金馬獎的了 為什麼呢 就像我上次在講4946的辣椒啊 4946的辣椒做什麼 中華職棒聯名卡 還有中華職棒全民打棒球遊戲啊 我問你你沒有見過嗎 彼得林區巴菲特的師父啊 我看到很多分析師 每天就巴菲特巴菲特 不好意思講 套一句周星馳的話跟你講 巴菲特是放在心裡 不是讓你在嘴巴上面念念 什麼都不懂的 巴菲特的老師叫什麼名字 叫做彼得林區啊 Peter Lynch啊 Peter Lynch說 最好的財富就在你的生活當中啊 你派100個研究員去上市公司去訪問 你派100個研究員去上市公司訪問 他未必會跟你講真話 他要跟你講的時候呢 你也不見得知道 但是我跟各位講一件事 當他所有的東西已經擺在你前面的時候 當他所有的東西已經擺在你前面的時候 而且你能夠事前預料他的一個想法 事前預料他的一個行動 各位看到沒有啊 我說這個錢就在這裡啊 我就不相信他不舉手啊 NFT就擺在這裡 我就不相信你不舉手啊 NFT就擺在這裡 我就不相信你不舉手啊 你都已經看到霹靂電影公司 霹靂布袋戲都已經舉手了 你說3687的OMG不會講說我也要做NFT嗎 你說中環不會講說我現在我下面的這些 所有代理的包含了威秀影城代理的影片 包含各位所看到的這些所謂漫威的 那最近最紅的叫蜘蛛人等等這些呢 那麼我要把他進軍所謂的NFT的市場 他們的做法大概跟我所想的差不多啦 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我離一邊買票 我一邊送你NFT的頭像 那NFT的頭像假設我現在送你一個蜘蛛人的頭像 結果你的漲你在網路上拍賣 拍賣超過300塊 哎呀不得了啊 你這場變成不用錢啊 所以這就是一個所謂附加價值啊 很像說你看電影完了之後還可以抽樂透的感覺 你懂那個意思了沒有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喔 外國的電影會做 本土的金馬獎會不會做 那我先講一件事啦 不要老是聽我講故事了啦 不要老是聽我講產業了啦 你不覺得講到年底了我也覺得有點累啦 我覺得有的時候我在電視上講股票 我就覺得說 哎反正會氣我跟你說那麼多要做什麼 會氣我跟你說那麼多要做什麼 自己照而已嘛 就叫你趕快撥通就算就趕快做嘛 好不容易有一個市場全新的NFT的市場 而且是你一定懂的市場 你不要每天看到實驗文你就想到黃靜哲 我告訴你你現在睡不著覺 你不要每天看到素還真 你這次去電影院看到素還真你一定會想起我 哎呀人家那黃靜哲家族就知道說 要給他賺121%要10萬變成12.1萬好不好 我給你算少一點 100萬變成121萬 那我怎麼只會在那邊付電影票錢 你怎麼只會在那邊付電影票錢 你怎麼只會在那邊付電影票錢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不要整天看職棒都不知道全民打棒球就叫做塑膠 不要整天看電影不知道說原來金馬獎的電影是這家 現在NFT市場還有明星個個都越來越值錢 不是跟你講王力宏值30億嗎 所以他太太跟他吵得半死 有沒有看到他前妻跟他吵得半死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那麼今天跟各位介紹每天都有辛苦介紹 所以一句話趕快跟 掌停掌停再掌停我們等你電話 歡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我要 打官司啦 别人失利 劳动事件法设有专业法题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喔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容易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做第一首赚钱一定有 那么从这个11月份到现在为止 什么叫做第一首呢 这个叫做第一首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好了 什么11月份到现在为止 什么叫第一首呢 10月中开始有元宇宙这个启名词 开始有这个概念 你可以第一天还觉得不太熟 第二天不太熟 第三天不太熟 到了后面我跟你讲说 连我都跑去问NVIDIA里面 到底元宇宙这是来真的来假的 然后NVIDIA跑出来喊 脸书也跑出来喊 我说这次是来真的 请你务必无论回家上车 所以这个时候10月份11月份12月份 甚至到后面包含了像所谓的元宇宙的软体 里面的游乐场 里面的3D世界 里面的3D世界这件事情就是来真的 所以元宇宙在后期来讲的话是第一首 我问各位一件事 这是第一首吗 不对吧 这个第一首应该在这里吧 我要带各位做的就是在这里的感觉 这叫做第一首 我要带各位做的就是在这里的第一首 而不是在那边等那个反弹在那边 扭个扭个扭个 国家市场一定有那个最甜美的那一段 最甜美的那一段在这里 你也可以跟我讲说老师 那将来会不会说元宇宙干领鬼 会下来进入整理 有可能 但是你最主要是把那个最甜美那一段 给它吃掉 最甜美那一段把它吃掉 最甜美那一段先把它吃下来 这就是做股票里面最大的乐趣 各位能不能知道我在跟各位讲的事情 而且它一定会有个全新的市场出来 所以做股票真的要去做第一首 不要去做人家的回头车 很多人整天在做回头车 我都不晓得说到底那个回头车 你跟着它一起做真的能够赚得到钱吗 你买了一大堆的钢铁股 你真的能赚得到钱吗 就算你有赚那一点点 其实真的没有赚钱 人家在赚钱你还在赔 你买了一大堆钢铁股在那边 你真的还在赔钱中 你有没有想过 轻轻松松的买个 就算买宏达店 宏达店是节目上 几乎每个老师都有讲的 我的节目是有讲位数 全市场从我开始 还有讲位数的 你也可以说 那老师我就喜欢买我的预创 都可以 一个同样的理念 就像我这次跟各位提到说 我们先从这里讲起好了 台积电一整年没涨了 那么外资回来一定先买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的周边 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台积电的周边 也跟着开始喷出来了 我不可能把台积电周边 所有的股票通通买下来 但是我一定会帮我的会员朋友 准备更好的台积电 非常联动性很高的股票 而且这次的台积电 我跟你讲说 第一个跟NVIDEO 也就是辉达合作 那么将来这个3D里面相关的 元宇宙的晶片 是由台积电提供 那么也跟超微 这两家就是费城半导体最会涨的了 也就是为什么台湾股市 跟费城半导体 两个领先创新高的原因 各位注意 现在创新高的股市 不是道琼 也不是纳斯达克 是费城半导体 费城半导体跟谁最相关 跟台湾最相关 所以全世界是只有这两个股市是真的涨上来 这两个跟谁最相关 当然跟我们台湾的元宇宙 跟我们台湾的这些所谓的台积电 将来是台积电的 因为我们台湾从小的开始先涨 那元宇宙里面还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所谓的用虚拟货币 然后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去买什么 买艺术文创的东西 买认同卡 认同卡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漂亮 或者这个球员你喜欢 我时间快不够了 功能卡我要打这个游戏 我要跳过那个功能等等这些 那么一则贴文卖出8073 然后后面各位看到没有 我一开始跟各位提到 霹靂布袋戏等等这些的 后面你也看到同样的新闻 原来因为它可以收藏 你懂那个意思了没有 那么收藏里面 比方说以前我们收藏什么 一幅画张大千的画 你又喜欢收藏黄敬哲的相片 大概不值钱 总之收藏相片收藏一幅画 他可能就是停在那边 现在是收藏一部片子里面的短片 这个短片在电影院里面没有播出来 所以等于说是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精华 结果卖出多少 1530万 吓死人的1530万 原来你本来赚了这些电影院的钱之外 老板你还可以再赚1530万的这个情况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迪士尼也好什么资助也好 全部都要开始进去NFT 甚至包含了各位看到没有 这些只是卖影片而已 我连人像都可以卖给你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来给我要肖像权 他的肖像权就是属于霹雳布袋系的啊 不管你是史燕文也好 不管你是常敬人也好 不管你是哈欧人气也好 素环珍也好 特别是素环珍 我跟你讲说请你注意 这个月28号就要在电影院上演 这个月28号在电影院上演 我不是替他广告啊 这个月月底好了 我不要讲好了 要上演 你要等到月底才知道吗 你要等到月底才知道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个你上个网页 上个PT的网页它都会有写 只是你一定要知道NFT市场的价值 要知道NFT市场里面 包含游戏里面的VR游戏的手势控制的价值 包含里面它还NFT里面相关 各位看到没有 来 谁最早去布局NFT市场 来 谁最早布局NFT市场 台湾哪一家公司 这上面这三个字很清楚吧 粉丝涌入数位收藏 PT布袋系发行NFT 造成风响大浪机 如果当时你跟的是 我知道什么叫做NFT 什么叫做所谓的这个虚拟货币 那么包含了所谓的认同卡 或者说虚拟货币 艺术品文创市场的时候 你如果知道这三个字的意义 这些钱就是你的了 你未必要去买这个NFT 我是必须要这么说 结果有很多NFT的朋友 最近跑来参加我的会员 我直接告诉你 他说原来做股票比做NFT好赚 对啊 你买NFT你只能赚一个 比方说我只能赚实验轮 我只能赚素环针 我只能赚霹雳狂刀 可是你买股票 等于是这些人的总和 而且还会把其他的邻居带上来 对不对 看清楚啊 这是110块的时候 在股市现场 这不能造假的 110块哦 旁边还站着主持人 开玩笑 这不就是这样一路冲上来吗 算了 我们快一点好了 我们快一点好了 这样就70%了 看到没有 几个掌 你自己看 时间的关系 我们快一点 快不起来 都会黏着 OK看到没有 亲爱的投资朋友 后来大家每个人都有OMG 你等到那个时候才在喊OMG 你喊OMG的时候我在玩什么 我在跟各位讲什么 啊老师 我是中信的球迷 我是统一的球迷 我是魏全龙的球迷 你不要只会当球迷嘛 要跟着我当有钱的球迷 会赚钱的球迷才会快乐嘛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也不要只要当影迷啊 这个股票实在成交得太小 没办法 也不要只会当影迷啊 对不对 不要人家得金马奖以后 哎哟 这个金马奖真的很棒 OK啊 我就跟各位讲说 注意喔 来 第一个股价一定在低一点 我都不会给你 不会给你赖 一定是这个最低点附近刚出来的 第二个明天我们来对 我敢跟你讲明天对的话 你就赶快要想骂上车啦 上市公司老板就是电影的老板 上市公司老板就是电影公司老板 奇怪 没有想到我们上市公司 有人兼电影公司老板 各位看到没有 集团NFT概念股No.2 甚至我认为他比中环更纯 只是中环介入了什么 介入华纳威秀影视的一个经营权 你懂那意思了没有 所以他应该是藉由所谓的迪士尼賣的 迪士尼卖NFT市场之后 然后再分给他的一个状况 这样都能够涨停了 这自己上OpenSea就好了 自己上NFT市场自己卖啊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很有名的影片啊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啊 台北灯节现在放在哪里 那个就是场景耶 我不好意思跟你讲 不能跟你讲啦 再讲下去就快剧透了 对不对 去年最红的那些啊 你没有想过就是这些影片啊 再跟你提示一下 我既然敢跟你提示 一定很有把握啊 看一看Oh my God 看一看霹靂 看一看中环 有的时候真的要讲一句话 人在找你赶快进来赚钱的时候 请你想办法赚快赚 你不要等到别人赚完之后 才问我说你应该怎么赚 我再讲一次喔 我在找你进场的时候 赚钱的时候 请你赶快赚 你不要等到全市场上去 都不会赚的时候 你问我应该怎么赚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又是第一手 只做第一手 财富一定有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赶快上车 我们等一电话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错过位数 霹雷 Oh My God 元宇宙NFT 一定要跟上专家 运达投顾黄老师 333 金庆桑 岁末银星大优惠 到手中 333 金庆桑 岁末银星大优惠 到手中 苏波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考位财经实际 迎接2022 财富重分配 湖海茫茫 产业领行 您需要不是一档股票涨停 而是党党大涨 涨不停 持座第一手 财富一定有 待您切入起涨最低点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第一手涨停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错过位数 霹雷 Oh My God 元宇宙NFT 一定要跟上专家 运达头顾黄老师 333 金庆桑 岁末银星大优惠 到手中 333 金庆桑 岁末银星大优惠 到手中 苏波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